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就是养戒炎 养戒炎它主要的是分三个期 一个是甲抗期 一个是甲解期和恢复期 中医治疗只要是在甲抗期要进行治疗 甲抗期治疗好的话 在甲解期就可以预防它形成永久性甲解 中医在甲抗期的治疗的目的 主要的就是要预防在甲解期 持现永久性甲解 这样就可以使养戒炎平稳的过渡 才能把它治愈